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下面就要跟大家说三个县级市 这些县级市都位于山东 是极其富裕的 这些县的经济水平真的能与城市比肩 在他们的辖区内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 因此这些县级市的贸易都十分发达 居民生活水平很高 当地的建设甚至比一些小城市还完善 这第一个就是龙口 它是烟台的县级市 这里的主要产业就是水产海鲜 龙口是国内最大的海鲜基地之一 这里也出厂很多价格高昂的海鲜 比如海参和对虾等 这里还有很多旅游地 各朝古建筑遍地 除了古迹还有C级风景区 因此龙口也吸引了很多游客 藤州 位于藻庄辖区 当地有很多古代建筑和景色 因此这里也是一个热门旅游地 当地有很多古文化 也诞生了很多古代名人 当地的古藤八景是一绝 所以很多人会来此游览观光 藤州的地区生产总值超千亿 完全不输一些城市 第三个是焦州 这个县级是位于青岛西部 当地的生产总值也近千亿 这里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 所以这里的少数民族文化非常浓郁 当地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的 焦州的工业十分发达 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占主要位置 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发达的县级市呢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